大家好 我是悠悠 昨天不是有两个蛋吗 有一个蛋出壳了 第一个蛋反而没有出壳 昨天晚上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 第一个蛋有可能是时间长了 受凉了死胎了 那个七星鸽子蛋 这两个是假蛋 不让他们触摇鸽子 触摇鸽子 为我总感觉到 有点伤鸽子 天太热 本来这一只总鸽 也是附的假蛋 昨天把那个小幼崽放进来之后 那个公鸽子好像是气蛋 体内没有鸽乳 在这个窝里 咕咕乱转 甚至都能把小鸽子给踩到 我现在把那个公鸽子给拿到鸽舍里面去了 我看母鸽在这附 昨天晚上我看了有一点 好像是鸽乳 给鸽友们回信息的时候 有一个鸽友说 有可能是总鸽的口水 第二天还是要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哎呀 看一下有没有鸽乳 今天感觉到很饱 这个是鸽乳呢 不用质疑了 这次七星哥只出了一个 这是第二个蛋出来的 第一个蛋我做了几哈 不打扰你了 问题出来了 我们就要解决问题 这两次 是这一次所有的 事情的根源 就他俩搞的事 就因为他俩七蛋了 导致一连串的事情发生 现在有的鸽友说 用什么遮挡一下 还有的鸽友说 放到鸽舍里面散养 这个鸽子要是放到鸽舍里面散养 它胆子很小很小的 现在我又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把这个草窝拿出来 这个是之前 人家像猫的 然后扔掉的 我拿过来 就像那个鸽子窝的 最早的时候捡过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草窝 塞到这个里面去 也不知道能不能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 把这个整体的放在那个地方 这样四面八方 就这一个进口 一个进口能进去 感觉到它胆子再小的话 应该会好好的复旦了吧 经过一番折腾 给它把草窝放进去了 妹妹看到没有 感觉还挺好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放进去 看他们进不进去 怕不怕 他们胆子很小的 这样你再 期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也有的哥有开玩笑的说 烧水似的 这样挺好 就是不知道 直不知道进 还是不敢靠近 探头探脑的往那边看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等后期的话 他们如果要是在里面抱我啊 叫我之类的 我再更新一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